大家好 我是龟岩木禅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这两天我在官网上刷到一条新闻 在本届达沃斯论坛召开的前一天 也就是当地时间 1月14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伊尔马克 和瑞士联邦委员兼外长卡西斯 先声夺人 共同主持了一场以俄乌冲突为主题的 所谓国际外交官会议 而且这两人还试图在这场会议上 调拨中俄两国的关系 向我们施加压力 对我们搞道德绑架 妄图把我们拖下俄乌冲突的泥潭 伊尔马克宣称 中国非常重要 中国需要参与到这场 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中 中国代表团预计将与本周率团访问达沃斯 当被在场记者问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是否会会见中方官员的时候 伊尔马克还在新闻发布会上卖了个关子 你们就走着瞧吧 值得一提的是 泽连斯基并没有参加此次会议 他预计要在当地时间1月15日才能抵达达沃斯 而按照路透社的说法 泽连斯基此行来瑞 其主要目的也是和瑞士政要 以及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会面 以争取瑞士的金援 至于和俄罗斯的和平谈判什么的 至少就目前来看 似乎并不在泽连斯基近期的日程表上 坦白说 对于乌克兰人的这番操作 我虽然是地铁大妈看手机 但是从逻辑上讲 好歹还是可以理解的 这毕竟是乌克兰自己家的事 咱且先不说 他耶尔马克是不是在和我们巧思夺理 胡搅蛮缠 他站在一个乌克兰人 尤其是一个乌克兰政府官员的角度 冲我们说这样的话 我虽然不支持 但我起码能理解 真正令我感到无法理解的事 是瑞士外长卡西斯 这位人兄和乌克兰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 居然也好意思跟着耶尔马克一块 在达沃斯论坛上对我们中国遗旨气使 15赫六大言不惭的说什么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结束这场战争 金砖国家的参与不可或缺 因为这些国家都与俄罗斯保持着关系 尤其是中国 俄乌两国都不愿参与 做出让步 我们必须找到与中国合作的方法 哟哟 瞧您这话说的 合着您自个儿心里也有数是吧 俄乌两个直接交战国都不肯妥协 那你们西方把我们中国拖下水 又能怎么着呢 就算我们肯当刘备 俄乌也不肯当官章 人家都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那我们还上赶着当什么合适呢 是吧 俄乌都不肯做出让步 那就说明俄乌都不急 至少是还没有急到 非得坐下来靠谈话解决问题的地步 人家皇亲国戚不急 满朝公亲也不急 你们这帮在后宫端屎端尿的烟党太监 倒是一个比一个急 急也就算了 还非得拽着我们这些个远在东方的江湖散人 跟你们一块儿急扯得上吗 俄乌又不是在我们家门口打起来的 谁急也轮不着我们急呀 看到这里我估计有人会犯底部了 乌烟啊你说说你这个人 人家瑞士不就在俄乌问题上说了几句 希望中国能介入调停吗 你说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的吗 再说了人家可是达沃斯论坛的东道主啊 他卡西斯堂堂一届瑞士外长 在这种场合出面说一点符合普世价值的场面话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总不至于说人家呼吁和平解决俄乌冲突这事也不对吧 但要我说啊 恰恰是因为瑞士是达沃斯论坛的主办者和东道主 所以在那些事关与会国的敏感议题上 才应该表现得更加谨慎小心 中立客观才是 你们瑞士政府那是因为关心俄乌两国民众的福祉 所以才非得拽着我们中国参加俄乌和谈的吗 你们可拉倒吧 你们之所以要在达沃斯论坛这种西方政要汇聚的场合 当中对我们搞道德绑架 说白了无非就是想拉我们下水 利用我们的影响力 去把现在在俄乌战场上 正处于优势地位的俄罗斯的手脚给捆住 好让乌克兰那边能获得一丝喘息之机 这样泽连斯基就有时间去向西方各国索要军援 等西方的军援到位了 乌军又有底前和俄军死磕了 甚至是再发动一次所谓的大反攻 你们就会把我们当成是用完的工具人给甩在一边了 直到泽连斯基下巴又把老本给赔得一干二净 然后你们西方才又会想起我们中国来 又组织一帮西方政客跑到某个国际场合上 假仁假义的要求我们好好管管俄罗斯 不要再在战场上咄咄逼人了 要坐下来以谈促和 我姑且先不说我们中国的面子 在俄罗斯那里有没有值钱到这个份上 就算有那又如何呢 我们凭什么要把我们的面子 借给你们这些西方国家去向俄罗斯 是因为你们在新疆问题上替我们秉公直言了吗 还是因为你们在台海问题上切实尊重我们的国家利益了 明明什么都没有 你们是怎么好意思 要我们卖你们这么大张脸的 卡西斯在达沃斯论坛上冲我们喊的这番话 让我不禁联想起了人际关系中的这么一类人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极力挑唆 大战一触即发 中国出面呼吁各方保持冷静 喊话西方尊重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和安全诉求 这事自以为优势在我的西方人满脑子就一个想法 你凭什么管我 俄乌冲突爆发了 眼看北约那边玩了命似的乃乌克兰 也还是打不过俄罗斯 西方有点泄气了 转身就在国际场合指责中国 你凭什么不管我 一波未贫一波又起 巴以局势陡然升级 眼看着俄乌冲突就快持续到第三个年头了 国库和军火库已经被泽雷斯基给炸的一滴都不慎的北约集团 实在是挤不出奶来 再挤就得飙雪了 这时候的西方又想起了中国 完了又蹦出来指着中国的鼻子 胡搅蛮缠 你凭什么我说不用你管 你就真的不管 光是指责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不作为还没完 以瑞士为代表的一片西方国家 在这种时候往往还怒气冲冲的再补上一句 你看看人家美国怎么着 和着您这群西方贵物 真在我们面前拿自己当什么资本主义巨鹰呢 是吧 达沃斯论坛的重要性已经远没有以前的那么突出了 你们瑞士邀请我们中国过去是给我们面子 而我们能过去同样是给你们瑞士面子 这叫以上往来 不存在什么单向奔赴 少拿这么个破绘来对我们搞什么道德绑架 要不是因为有我们的存在 你们这破绘如今有没有那么多人愿意捧场 还俩说呢 当东道主就要有当东道主的样子 要懂得代客之道 别拿着根鸡毛当令箭 硬搁那儿猪鼻子插大蒜装像 给你面子叫你一身中立国 不给你面子就直接叫附庸国了 你们瑞士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说到底也不过 就是靠开金融宜宏开出来的 你就是再给他装点症洁排放的门面 也照样改变不了这个根本事实 一个在历史上一路窘迫到要靠出口雇佣兵来讨饭吃的国家 如今居然也好意思就俄无冲突和我们大谈特谈什么人权啊 道义啊 知道这叫什么不 眼瞅着种猪战刘哈娜子 你也得配啊 说真的关于卡西斯在喊话提到的那个 我们必须找到与中国合作的方法 我其实还挺好奇的 你们瑞士打算用什么方法来引导我们跟你们合作呢 让瑞士政界的头脸人物排着队过来 沿着北京地铁一号线给中国人民行三窥九寇大礼 可到我们回心转意为止吗 你们瑞士政客这么像 你们瑞士的老百姓知道吗 要我说啊别总想着拽着我们中国的衣袖子脱我们下水了 有那闲工夫啊 我劝你们 还不如多套套印度的近乎呢 印度和俄罗斯关系也不错啊 也是在世界上具有具足轻重地位的大国 还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发展中国家 而且跟西方还保持着远比中国更亲密的政治关系 而且印度还特别享受这种当调停大哥的感觉 怎么你们就不去做做印度的思想动员工作 让印度介入俄乌局势从中斡旋调停呢 这不比一个劲的在长安街上死磕有戏多了是吧 怎么着 你们可别是瞧不上人家印度吧 我今天之所以要出这期节目 嘲讽既自不量力 也不知廉耻的所谓西方中立国瑞士还在其次 我主要还是想和大家探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今后国际上爆发的可能爆发的几场局部热战 包括但不屑于俄乌巴以红海 我们中国究竟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去审时度势 又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参与斡旋呢 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 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 哪怕真到了我们不得已必须下场的那一天了 就算是要出手调停 那也必须是以我们的意思 用我们的方式 按照最符合我方利益的方式去调停 而不是像如今达沃斯论坛上的 伊尔马克和卡西斯之流所鼓噪的那样 让他们西方牵着我们中国的鼻子走 人间正道是沧桑 有一场戏面对着在中条山之战中被日寇给打的灰头土脸 垂头丧气的国民党中央军第十二时师长 昔日的黄埔同窗范锡亮 我们的主人公杨立钦是这样开导他的 日本人最希望的就是和你们正面决战 他太想从中国战场早日脱身了 因为他生怕在我们这里消耗掉 用于南下对付美英的战争资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的中条山之战 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犯了兵家大忌 你们是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去打的 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打 烟能不败 老范得找准失败的原因 找准对付敌人的真正办法 才能打持久战 才能让这个抗战持久下去 我们八路军对付日本人 就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我不按照你日本人的意思去打 就像聊斋当中的一个故事 狂生作业 我认你鬼脸百般 我认你八面来 我只一路去 看谁能耗得过谁 历清在剧中开导老范的这番话 拿来作为我们今天的警示之言 也是合适的 美国人最希望的就是把我们拖下水了 他们太害怕在俄乌巴以和红海这些 次要方向上浪费掉东进用于对付我们的战争资源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如果贸然选择介入国际上的局部热战 那就正中美国人的下怀 犯了兵家大忌 哪怕是促和 我们也是按照美国人的意思去促的 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促 这样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 同志们 我们和美国之间的这场较量注定也将旷日持久 我们得找准对付敌人的真正办法 才能打持久战 才能让这个抗战持久下去 就像当初八路军打小鬼子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我不按照你日本人的意思去打 我认你鬼脸百般 我认你八面来 我只一路去 看谁能耗得过谁 无论国际局势如何波轨云厥 我们的主要矛盾都有 且仅有一个 那就是完成国家统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中美关系 次要方面则是两岸问题 我们在看待或处理任何国际议题之前 都应该先扪心自问一下 参与其中对于我们解决主要矛盾有利吗 如何参与才是最有利于我们解决主要矛盾的 有利就餐 大利大餐 小利小餐 不利不餐 西方扯西方的 我们干我们的 管他八面来 我只一路去 不把美国这头恶龙给扳倒 俄乌也好 巴乙也罢 这些世界上的局部冲突 你今天按下去一个 他明天还会再冒出两个 你明天按下去两个 他后天还会再冒出四个 追求和平没有错 但是得分主次 和平也是有大小之分的 劝俄乌口服只是小和 叫美国心服才是大和 只有实现了天下大和 东欧中东东亚 以及世界上的其他热点地区 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长久安宁 耶尔马克卡西斯 我劝诸位西方公亲 还是收起你们的假仁假义 不要在这故作哭啼惨壮了 诸公明哭到夜 夜哭到明 还能哭死俄军佛 你们要是真那么在乎人类的和平 还不如早日站到那面 屹立在世界东方的 名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红旗之下 要来就撑早 早点过来 还有立锥之地 来晚了 你们怕不是 就只有被红旗插的份了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